京都每次賞音都超級多人 所以這次我們要告訴大家 不用人簡人的賞音秘境 大家不用再煩惱 到底要怎麼規劃京都的賞音行程了 那我們直接幫大家按區域來規劃好 而且還提供你交通路線 看到影片之後就可以輕鬆規劃行程 第一條路線我們就要介紹的是 上鶴茂神社的周圍 上鶴茂神社在哪裡呢 它其實是上京都以北這個地區 那這一區其實有非常多賞音名所 包含上鶴茂神社自己 還有京都玉所 還有二條城 這三個地方都非常的有名 不過呢這區還有一個地方非常的漂亮 它的人潮不會像剛剛前面提到那三個地方多 它就是京都植物園 植物園聽起來好囉 很像是劍中旁邊的城 因為它叫植物園的關係 所以大家就覺得很囉不想去 它的人潮就會比較少 而且它其實賞音的時候也非常漂亮 以景色來說的話 其實我們最喜歡的是上鶴茂神社 其實比較特別的事情是 這邊的植物園還有二條城也都有夜鷹可以看 我們建議你可以從京都車站搭 適應九號公車到上鶴茂神社之後呢 再搭四號公車就可以到京都植物園 之後呢搭地下鐵屋丸線到京都玉院參觀完之後再走到二條城 這些區的交通都可以搭大眾運輸工具 所以非常的方便 第二個路線主要集中在東山區 那東山區其實可以說是京都最有名的那些區 因為比較著名的景點像是清水寺啊 二三年版也都在這一區 所以它賞音的人潮也都超級超級 那這個路線我們要講的秘境是平安神宮 平安神宮其實沒有像是這些著名的景點這麼知名 也因為如此 所以賞音的人其實比現在比較少的非常的多 東山市除了平安神宮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比較有名的賞音景點 而且全部都是可以用步行可以走完的 我們建議你可以從最有名的清水寺開始 從清水舞台看出去的櫻花非常壯觀 但是人也很多 然後再慢慢的走到三年版二年版再到高台寺 到高台寺之後 你可以在這邊的潑心亭看滿開的知垂音 完了之後你再走五分鐘 就可以到京都最大最古老的園山公園 園山公園裡面有680顆櫻花組 路往北走之後就可以走到知恩院 裡面的櫻花雖然不多 不過它也有個非常有感覺的山門 兩旁就有櫻花樹 又是一個不可錯過的風景 那繼續往北走就可以到我們剛提到的平安神宮 裡面你可以看到池水稻液櫻花的美景 真的是非常漂亮 而且人也不多 就在一旁的剛騎書水這邊 其實有非常漂亮的景色 這邊的話是一條河 然後你可以看到遊船整個穿越 然後兩岸全部都開滿了櫻花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去南禪寺旁邊的促上傾斜鐵道這邊 這邊特別是它其實是一個舊鐵道 兩旁也都開滿櫻花樹 所以如果是蛇膩在這邊拍照都可以變成網美 喔對了 Swise台灣會定期的更新獨特現實的留資訊 還有日本料的影片 所以不想錯過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跟開鈴鐺喔 第三個路線的話就是金閣寺的周遭 那其實金閣寺自己的櫻花就是一個字 土 金閣寺周遭 其實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櫻花名所 就是仁和寺 仁和寺它特別在哪呢 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櫻花品種 就是浴室鷹 浴室鷹是什麼 就是你家就是通常洗澡的這個地方 然後 會有的櫻花 超級不好笑 超爛的 太緊張了 浴室鷹特別的地方在它花期開花期比較晚 通常在四月中旬左右 所以如果你是這個時候才來京都 想要賞櫻的話 你可以考慮來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先到仁和寺參觀之後呢 走到龍安寺去看它的枯山水 古腹子渡織亭 搭配櫻花的獨特風景 再往下走 你可以到平眼神社 平眼神社這邊特別的地方是 它的櫻木非常的密集 而且它有五十多種的櫻花品種 所以它開起來非常的茂密 非常的漂亮 這邊的話也有夜櫻可以關上 因為打燈的關係 顏色會變得非常的炫敵 圓虎院可以說是這區 最被低估的景點之一 從金閣寺搭世銀M1公車就可以到 這裡的支水域真的是爆炸了囉 你抬頭就可以看到 天空就被粉紅色的櫻花給覆蓋 真的是非常夢幻 這邊可以說是京都第一的小秘境 最後的路線是位於藍山方向的楚爾夜山 其實坦白講我們覺得這一區就是 最就是還好的地方 如果你是想要跟藍山合併在一起去參觀的話 你可以參考等一下我們說的路線 天龍寺算它有兩百多株的櫻花 不過因為它佔地比較大一點 所以你會覺得有點稀疏 一路再走到長吉光寺之後再一路就走到大爵寺 它的大爵寺 等一下 那其實你走路要走二十五分 這麼久喔 大爵寺的大爵寺旁邊呢 它整個就被櫻花所包圍 所以非常的失憶 它也是我們在這一區最推薦的賞意地點 那為什麼他們不就直接去大爵寺就好嗎 阿沈家就想要看藍山 沈家就想要看竹林啊 除了這四個路線之外 不得不提就是幾乎是最有名的賞意名所 蹄虎寺 那這邊漂亮的地方在哪呢 它有那種巨型的櫻木 而且它的每一個小區都有不同的景色 蹄虎寺的櫻花美到很多人都說 如果你來京都賞意只能去一個寺廟的話 就選擇 不過這一區比較沒有其他比較漂亮的櫻花景點 所以我們就獨立開來做介紹 蹄虎寺其實還有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地方 就是裡面的蹄虎 那蹄虎會在裡面飛 然後配合著那個櫻花 蹄虎還會吃掉 就是在裡面養很久的鯉魚 所以就是一個自己的 一年比一年還要少 沒有沒有 這就是一個生態的循環 OK 所以要建議就是台灣的一些地方 開始養蹄虎 對就是建東旁邊的植物園可以開始養蹄虎 尼士區有一段距離的八帆市貝哥堤 這邊其實很多人嚮往的賞音地點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茂密道其實你可以用櫻花隧道來行 貝哥堤櫻花步道1.4公里 兩旁的經驗有快要300株 還可以看到有人在旁邊野餐 而且風這樣一吹下來就像在下雪一樣 真的很浪漫 今年進度的櫻花預測大概是3月24到3月28號左右開始開花 4月2號前後會是開滿的時候 大概4月10號就會結束 這部攻略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們在下面按讚還有分享 如果想要完整剃圖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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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